美中科技大戰的另一個啟動時間會是在今天嗎 因為兩大代表蘋果跟華為現在又正面槓上了 兩家的新品發表會都選在今天7號 也就是稍晚在台灣時間10點鐘 蘋果就要登場的是一個春季發表會 這一次雙方要較勁的產品包含了筆電、平板還有穿戴裝置 像是蘋果預期會推出iPad Pro 可能會支援無線充電甚至是有一個巧控鍵盤 可以直接變筆電 華為則是推出了一個超輕的筆電 號稱只有980克 手指輕點筆聲兩下就能更改畫筆輕鬆突出飽和色塊 蘋果春季發表會倒數計時外媒搶先透露 這回將有三大新品 其中Apple Pencil 3不只有新花招還有機會支援Vision Pro 螢幕放大到12.9吋 新款的iPad Air則會是史上最大 令兩款新的iPad Pro更不遜色 除了會首度採用OLED顯示器 前置鏡頭可能改到側邊變成橫向前置相機 還可用MagSafe無線充電 甚至可能變身成為筆電 蘋果摩承擦掌掌不過對手華為依舊不甘示弱 又選在同一天杜拜舉行新品發表會 拿著筆電也能輕鬆飛起來 華為不只會亮相只有980克超輕薄的首款AI筆電 MacBook X Pro 2024還有新款智慧手錶Watch Fit 3 內建全新的賽道跑步模式可以追蹤用戶每圈距離 續航時間更長達7天 只是仔細看一下好像哪裡怪怪的 美中兩大科技巨頭再度隔空交火 這回戰火集中筆電平板窗戴裝置等等 不過看來對槓的不只是產品科技更有國家面子味道 東森財經新聞 張博翔葉子晶綜合報導